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Calvin投資兩分鐘 Hello Calvin 大家近日都收到消息 就是京東物流正式向港交所遞交文件 其實有什麼因素令到這麼多人留意這隻京東物流呢? 其實京東物流大概會在下一季就正式在香港上市 集資大約40億美元左右 為什麼它會這麼受到市場觸摸呢? 其實之前來說在上一年左右看到京東集團和京東健康已經在港交道上市 他們累積的升幅已經超過82%和134% 所以它的升幅非常之驚人 大家想想會不會京東物流都會有同樣的升幅呢? 其實這隻京東物流和傳統的物流公司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可能經常都會拿它來和順豐或者其他物流公司來相比 其實它的技術層面就高了很多的 看到其實京東物流有自建大約800個倉庫左右 面積大約2000萬左右的平方米 人大概配送人約大約19萬左右 其實看到這些數字都跟其他公司相比差不多 但是主要它有一些新的技術是其他公司都未必有的 大約5G的一些技術、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服務、物聯網 這一類型的技術其實其他公司都未必會擁有 而且它有超過4400項的一個專利 他們已經是自己研發出來的 所以它在技術層面上是高過其他物流公司很多的 另一方面其實現在在內地的市場裏面 除了一般的物流公司方面 其實有其他的一些例如先果配送 一些醫療服務和服裝服務 其實都要依賴一些很高技術和很高能力的一些配送服務 正正京東物流就可以達到和迎合到他們的要求 其實我見京東物流現在都好像正在虧錢 那其實值得去抽嗎 你都好像認識一些東西一樣 其實它已經是連續12年出現了虧損 但在上一個年在瘦三季來說 已經轉虧為營利大約22.8億左右 其實將那個情況已經完全扭轉 所以它營利情況也會漸漸改善 所以我覺得京東物流也可以延續之前 京東集團和京東健康的升勢 在首日都有明顯的升幅 聽你這樣說其實都值得抽 那什麼時候留意好呢 其實大概在第二季就會正式上市 大家都要留意著這隻股票 好,謝謝Kelvin今天的分析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Kelvin投資兩分鐘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及Like我們的Facebook 下次見,拜拜 拜拜